咱们汉族不太一样 今天咱们带大家了解一下 好不好 朋友们 我看到那边啊 那边有个人 应该是个女的 是个妹妹 咱们过去跟她聊天 采访一下她 行不行 朋友们 看看这个妹妹啊 能不能跟咱们聊几句 哎呀 这地方是真好 你好 你好 哎 你好啊 这个阿妹长得还挺漂亮 你好 是这样的 我是来你们这边 来 来旅游的 能不能简单的跟你聊几句 现在也行 现在都还不忙 现在还不忙 那我就啊 占用你个一小会时间 那可以嘛 可以 这个阿妹长得还 的确还挺漂亮 怎么称呼你啊 你叫小玉就行了 叫小玉 哎呦 我天 小玉 我听说你们这边 这个女孩都不太高 你咋长这么高呢 吃得好嘛 就长得高了嘛 吃得好 哎呀 感谢大哥送的这个礼物啊 哎 小玉啊 我看你拿这个东西 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这个就是我们来割椒的呀 割香椒的 香椒什么 这个像橡椒 哦 割这个大树的呀 哦 然后就是这边 这种高一点的要割嘛 就整种长的割 哦 割不到了 就接触一股了 嗯 哦 是这样的 不是 那小玉啊 就你自己在这呢 家里人呢 家里人都去那边 那山干活去了呀 哦 都去别的地方干活了 哦 每个人都有活干 每天 哦 每个人都有活干 嗯 哎呀 那我 我听说这个割椒啊 挺辛苦啊 这个事 你这个 我看你这个 这一个女孩子 不像干这活的人 老乖 谁咋不来帮你啊 什么老乖 有老乖 我就不用自己来了嘛 没有老乖 都没找到啊 现在 哦 还没找到呢 哎 小玉啊 我听说你们这边 说那个 女孩子呀 说有的十八呀 十九啊 二十啊 就 就可以嫁人了 那没错啊 我们这边 普遍都接得早的 哦 普遍应该是 早一些 对啊 你该接的时候 我们就接了嘛 十七八差不多了嘛 那 哎 你现在还是单身 我方便问一下 你多大婆 哎呦 我今年都二十二了 二十二 你这哎一下子 不是 我听你这口气 是你也着急了 那谁不着急呀 在这边都是老姑娘了呀 那就是嫁不出去了 二十二 在你们这边 就算老姑娘了 肯定算嘛 那也还 爸妈他们都 天天催都找不到 哦 父母都催了 哎呦我天哪 那是应该着急了 是不是 肯定着急了 哦 哎那小鱼啊 我问一下你啊 就是 呃 现在着急了 看着身边的朋友啊 都结婚了 是不是 嗯 那我问一下你 那我问一下你 你想 呃 你能就是能可嫁到外地去不 哎 现在嫁吗 可以嫁啊 可 可以 嗯 哎我先问问你 你出去过没有啊 嗯 出门没出去过这边 没出去过呀 我们都不出去外面 那呃 你对我们这个汉族的小哥哥 呃 有什么印象没有啊 你感觉他们人怎么样啊 印象肯定好了嘛 哦 印象挺好啊 我们这边那堂姐嫁住一个老乖 就是外地的 哦哦 又高又帅呢 他找的一个 找一个又高又帅的 哦 最主要是疼他呀 会疼老婆了嘛 哦 哎呦我天哪 我们汉族小哥哥疼老婆这事啊 都让你们知道了 那你这样 既然 呃 你对我们这个印象还不错 那你看呢 我呢 是一名做旅游主播的啊 我认识的朋友啊 非常多 呃 你看看我 如果你着急的话 我帮你问一问行不行 物色一个 你你你能帮我找吗 哎 我帮你试试试 帮你问问呗 哎 就吗 就太好了吗 能找的话 你帮我多找几个 多找几个 嗯 你咋这么贪 那就找一个吗 现在不就 那你多找几个 我就可以选一选啊 然后我还有其他姐妹啊 就给他们介绍了嘛 啊 把好的 你先留下 剩下的给他们介绍 哎呀 你别说这种话 哎呀 我天哪 这小玉 这也太聪明了 那你这样吧 我现在呀 直播间就两千多人 我帮你问一下啊 那可以啊 你帮我问他们 啊 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 你们有没有喜欢这个阿妹的啊 叫小玉啊 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呢 个子也非常高 如果有啊 你们在屏幕上打个一 我看看谁都谁喜欢 然后我帮你们问一下 行不行 看看呢 你们就是 有没有演员的 有没有合适的啊 嗯 小玉 我问一下你多高啊 哎呦 我妈 才一米六 我不信 你还一米六呢 我才一米七 我看你比我多高 那没有 其实就一六五 哦 哎呦 我的天哪 小玉啊 这么多喜欢你的呢 你这样吧 那太好了呀 你让他们到时候来我们家 呃 见面啊 这种 见面 你这样 小玉 他们现在呀 来不了 我先帮他们问你几个问题 行不行 嗯 那可以问嘛 可以问 是不是 就是说 呃 你对你将来的另一半啊 有啥要求没有啊 哎呦 那我们这边吗 就是要有点力气的嘛 有点力气的 呃 然后会爬树的 最好 会爬树的 嗯 不是 呃 小玉啊 你要说有力气啊 那男孩子一般都有力气 那你要说会爬树 那可没有几个会的呀 那我们这边都要爬树摘果子呢 哦 得爬树摘果子 呃 这边水果 我们摘不了 不是 你们这边都有啥水果啊 多呀 那上面波罗蜜啊 那些芒果啊 木瓜了嘛 哦 波罗蜜 芒果 木瓜 嗯 哎呦 我天哪 他们这边水果还挺多 那将来谁要是取了你 是不是这水果都免费吃了 那肯定免费吃 我家都种好多的 随便吃 呃 管购嘛 肯定 我天哪 那也太好了 是不是 方伟伟 那 哎呦 你除了就是对这个 呃 就是说会爬树啊 有利息 呃 别的要求还有不 那就还有一个 找个比我高一点的嘛 找个比你高一点的 嗯 呃 有年纪嘛 肯定越大越好嘛 哦 可以外加啊 年龄你说是越大越好 肯定呀 不是 那我没太明白呀 你今年22 你 那你234岁就站上来不行吗 你怎么太小了吗 不喜欢太小的 二十三四也不小了 哪小啊 哪都小啊 小玉啊 我这直播呢 你不能乱说话 该给我说疯了 没乱说嘛 那就是啥都小啊 不成熟啊 不喜欢太小的 哦 你说这个岁数小啊 不成熟 嗯 哦 你这个是想找一个成熟稳重 靠谱一些的 那肯定呀 那38行不行 38嘛 行的嘛 行 嗯 46呢 46吗 更好了 这边 更好了 我天哪 小玉我觉得呀 你要是30多岁啊 还行 你要是 那46了 大你20多岁呢 那会不会有一点大了 一看你就不懂啊 那年纪大吗 才像的嘛 年纪大会疼人 会疼人 哎呦 我天哪 你说的年纪大 是不是就是 将来跟你在一起 你就说了算了 能管他呀 哎呀 那一起说啊 我天哪 60啊 60行吗 60 来这干嘛 60都不行了都 哎呀 这个大哥呀 60有些大了 人家才20多岁 是不是 嗯 60再过10年 都不知道给行了 肯定不行 那60岁干不动活了 嗯 哦 那可也是朋友们 嗯 咱们呀 别乱说 你数字太大了 你就看看就得了 是不是 哎小玉啊 你这样 我问你个 最重要的问题 我还没问你呢 就是说呀 他们这么多喜欢你的 万一将来有一个合适的了 把你取走 得给多少彩礼 嗯 取我们这边 我们要给个 那个 这个 彩礼的嘛 这个是啥呀 给个一万八呢 一万八 嗯 就可以把你领走了 有嘛 还要一头猪呢 一万八是彩礼 然后再给个一头猪 或者一头牛都行 一头牛也行 小玉这个彩礼呀 这个你要的还真不多 那要那个猪和牛 那是干嘛的呀 我们也没办法 给你弄过来呀 那猪和牛 到时候我们 在结婚 就吃喜酒的嘛 半喜 哦 吃肉半喜的 嗯 哦 是这样 那朋友们 你们说他要的多不多 一头猪一头牛 加上一万八 也就三万块钱左右 咱们直播间老铁 如果你们拿 能拿出三万的 在屏幕上打个六 这小玉啊 我感觉你呢 要的是有点少 因为在我们那边啊 你要是找个女孩 一般都得十八万 二十八万 那都不多呀 怎么可能 这么多 你再吹牛吧你 你刚才说我吹牛 不是这么多 不是 那还有一点 就是你结婚 你不要楼房啊 小轿车啥的 不要吗 那些都不用要啊 咋不要呢呢 那两个人们 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 有个住的就行 不挑 不用啊 那些房子那些不用 哎呦我天呐 就是将来 靠两个人自己努力 嗯 哦我天 不多是不是 这个大哥要给你拿二十万 那不行 二十万咋不行呢 等一下他把我骗去卖了 我都不知道 这个大哥呀 你给他二十万他不敢要 他说你是骗子 不敢要 我现在这小鱼太有意思了 这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些要求啊 我感觉哎呃都不高 就是还是你们山里这个女孩啊 比较比较好 那小鱼呃就是说你要这个彩礼不多 你我问你个问题 就是你家离这远不远呢 我家嘛就在附近啊 呃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你家里 就是呃什么条件呢 什么啥的能不能去 嗯也行嘛 刚好现在都没人 我带你去看吧 呃植物家的朋友们 咱们去这个小玉家看看行不行 想去看看呢扣个一 那你家呃你刚才说没人 没人呢 呃没人的话会不会有些不方便呢 不会不方便呢 我带着你去